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读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我是凤凰卫视主持人黄承子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一块来听作家阿姨先生的讲座 阿姨老师您好 我先来介绍一下阿姨老师 诗人北岛曾经说过说就她的阅读范围所及 她觉得阿姨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 她说阿姨老师对于写作的热情和忠诚就和对待生命一样 所以呢她觉得从这个角度而言 很多成名的作家其实都应该感到脸红的 而且很多阿姨的读者也说 认为阿姨老师是最优秀最棒最有实力的七零后作家 大家认同吗 不认同吗 那就阿姨老师本人呢 其实我在网上看到资料说 她以前并不否认一个观点 说七零后出不了伟大的作家 但我想可能是因为她本人非常的谦虚 那事实上在实践当中我们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阿姨老师一直是用最高的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作品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从散文到短篇小说再到最新的长篇 也是阿姨老师的首部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 她一直是用最细腻最细致的笔触来描写了一篇又一篇 阴郁细致但是让人毛骨悚然 但是又让人忍不住继续读下去的优秀作品 那么对阿姨老师本人来说呢 我想长篇应该算是一个新的开始了 但是如果说从内容角度来说呢 却又好像是某种程度上的结束 因为阿姨老师以前曾经说过 说在这一篇长篇之后 她以后可能不会再用什么笔墨去描绘乡村了 因为在她的认知里面 她觉得乡村正在走向结束 她说乡村作古这样的一个现实 是非常让人惊愕的 她认为我们的乡村生活 正在不断地彻底地走向一种消亡和没落 她现在如果回到乡村 她说仅仅是因为有人死了 那么所以乡村的消逝 在阿姨老师心底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势 那之后没有了乡村 阿姨老师的文学之路又会何处何从 我们一起来听阿姨老师威威到来 谢谢 谢谢 谢谢陈志老师 这次来香港谢谢 邱里本先生 江逊先生 还有伟金卓越 皮特 谢谢你们的邀请 我昨天就出空去了 来到书展 然后我就看到人 我这个形容就和菜场一样的 人山人海的 这是我没有见过的正式 因为在以前总会有一些说法是香港是一个经济和金融比较发达的城市 我从来就没有想到香港人对书本的这种热爱是到了这种程度 因为它就好像让我想起了北京的地铁站 就是人头涌动 然后我就还是很感动的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世书如命的人 我从来没有见到这么多的爱书的君子 所以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有互有归家之感 就好像是一个谋生不义的书生 好像就回到了一个书乡的地方 我就来讲一下这个今天的主题 也就是我的小说所写的 就是乡村和农民的消失 农人的消失 如果用比较缓和的说法呢 就是农耕生活的退席 这样说可能大家更接受一点 这本小说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是在今年一月份出版的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 就是有千万年历史的农耕生活 正像日光下的水渍一样退却 小说写的就是这退却前的最后一次喧闹 罗素有一个说法 就是旅行能使人坐上时间机器 一个去纽约或芝加哥的欧洲人 他能够看见未来 当他去亚洲的时候他就能看见过去 现在在内地也有一些人是这样 他们通过去朝鲜 观望自己在文革时候的生活 今天我来到香港呢 感觉香港比我的故乡 比我们江西内陆一个省份的 我的那个县城生活 又要超前很多 等于说我也是来到未来 今天在香港早就不存在什么农耕生活 大家在座没有一个人种过田 但是在内地呢 在这样一个季节 我的一个前同事 他是一个博士 他正回到家乡 和他父母一起抛秧 抛秧这个词 我现在已经忘记它的具体含义 我小时候是很熟悉的 是不是把秧苗就往田里面一抛 它自然生长呢 我现在都忘记了 但是这是一种农耕生活 但是这种生活在内地的话 也变得十分的稀有了 像我这个年龄的人 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去种田了 文学从来就是 对它所处时代的一个反应 这种反应它忠实的程度 甚至超过镜子 我很早就知道香港 有一位销量很好的作家 叫梁凤怡 你看他写的小说 就叫豪门禁梦 在我们这个大陆县城人出来的人 他怎么可能写豪门禁梦呢 对吧 我就写不出来 和他同龄的人 他是1949年生的 他甚至比我们的江迅老师 还小两岁 和他同龄的人 1949年生的 内地的有一位作家叫陆瑶 他写的 我们看名字就知道 就叫《平凡的世界》 是讲农家子弟如何艰难地实践自己人生的故事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个书名就知道 他们其实在反映他们的本地的时代 一个是豪门禁梦 一个是平凡的世界 反映的是一个农家子弟的生活 实际上在内地仍然就是黄土地 还有这种叙事 仍然是占着主流 在内地有着浓厚的乡土文学传统 这里面的重要作家 大家肯定都听说过 有陈中石 他写的白鹿园 甲平蛙 盐连河 刘庆邦 莫言 他们书写的对象 也是一片稳定的土地 是一种从炎帝皇帝下来就有 并且一以贯之的农根生活 他们笔下的主人公都是农民 然而这种悠久的历史 或者是一种悠久的生活方式 在二十一世纪初期 也就是在今天 突然有了停止的危险 我记得自己和葛飞教授 也是一个大作家 讨论过一个问题 讨论过这个问题 他说这是几千年未有的一个大变局 他并且说乡村这个概念 原本是不存在的 只是最近一百多年来 因为有城市这个概念 相对地就出现了乡村的概念 但是此前乡村是不是就不存在呢 不是 因为以前存在的就只有乡村 城市并不显得那么重要 在几千年的历史里 整个华夏民族应该都是生活在乡村 只不过是大家是身在此山 一时不曾意识到而已 乡村文学的重要性 就是因为有了城市这个概念 出现乡村概念 然后就出现了乡土文学这个概念 现在我是作为一个农家子弟 我返回到我出生的乡村 就像陈子老师刚才介绍的 只会因为一件事就是送葬 还有一件事 你可以预言一下 就是被送葬 我的父亲是这个村庄第一个出逃的人 那个村庄叫李爱 好像是一个主持人的名字 李爱是这样的 是李家湾叫爱家湾 是两个姓 一个姓李 一个姓爱 它综合起来就叫李爱 我的父亲是这个有七八十户人家的 这个村庄的第一个出逃的人 他是去一个乡里面开小卖部 他当时出走的时候 整个村里人和他自己都不知道 这个稳定的乡村格局 已经发生了一个 发生了裂变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好像乡村生活的阀门 就被拔下来了 就每天就泄气 然后我记得当时 我随我父亲牵出去的时候 是兔年 应该是1985年 然后基本上就是 每年的速度也不快 一年就牵出去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家庭 速度很慢 但是从1985年到现在2018年 当我重新回到这个村庄的时候 发现村庄里面 只剩下一些迁移不动的人 迁移不动的人 也可以说是在城里面 难以谋生的人 如果我们用非常 不是很尊重他们的话 说就是老弱病残 然后现在的情况 就会出现一个 对流的一个奇怪的现象 我所说的对流就是 仍然没有迁走的人 还在往城里面 往城市迁走 然后那个 原件 我所说的原件是来自企业 和慈善家 还有政府 它对乡村有多项的原件 一个是路面的原件 然后要改造成水泥路 还有那个乡村有篮球场 还有一些图书 他们这个车辆 还在往乡村的开 这个时候呢 乡村的人还在往外走 正好就形成了一个 擦肩而过的一个局面 我们所处的时代 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头 有很多人认为 乡村还是在一个 处在一个 它原来概念中的一个乡村 需要大量的元件 而乡村人是实际上自己 是已经进行了一个大撤退 一个离去的狂潮已经形成 我不知道整个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 也许不是我所体验到的 但是在我的家乡 或者是仅仅是在我们那个李爱村 情况就是这样的 我另外知道有一个点是 在浙江呢 有一个海拔九百米的村里面 有一家书店 乡村书局开之前 它实际上它人口已经 搬迁的差不多 只剩下13户人家了 随着这个书店 就是乡村书局开进去以后 现在有了24家民宿 实际上它还是没有多少人回去 实际上还是大家一个 城里面旅游的一个景点 现在的乡村被建设的 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好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有一个话叫村村通 这个村村通可以说是通水 通自来水 也可以通电通网络 道路也早就成为了水泥路和白油路 有的村它只生活着老年人 但是它村里面有一个水泥的 很洋气的一个篮球场 就是村里面没有人住在那儿了 有活力的人没有再住在那儿了 那些能够使用和出售自己劳动的一个人 去了镇里面 县里面 市里面 省里面 更远的就是去广东 福建 浙江 上海 更远的还有迪拜 他们攒了钱回来以后呢 就会回到县城 在县城里面买房生存 在乡村他们也会建房 但这种建造只是出于一种不安 或者是一种忧虑 比如说我母亲现在在我的老家李爱村 也是建了一个房子 花了四十万人民币 我说你花这么多钱 建一个这个房子干嘛呢 在这个地方又没人住 他说未来有一天假如说 假如说我过世了 我总不可能把棺材停在别人家门口吧 他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乡村建房 就是这个意义占了一半 另外一个意义是出于一种 中国人本性上就有忧虑和不安的这个本性 他认为在有一个这个地方 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总是好的 说不定未来社会就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局 比如说外星人入侵呢 城市待不下去了 不就是乡村还有一个吗 他们就是这么想的 或者突然李爱村变成了下一个雄安新区 那是不可能的 外星人入侵这件事不是没有可能发生的 因为别的事我们又不能说 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现在年轻人回到乡下和我一样 是为了送葬 有时候会为了打猎 现在打猎也是不被 你拿着猎枪 因为有进枪 也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 钓钓鱼 但是现在没有 至少在我的那个农村里面 没有什么人在去 扛起锄头 没事 扛起锄头去下到田里面 我刚才说的抛秧 我做一个农家子弟 我是很羞愧的 我现在连抛秧这个技术都忘记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擦过秧 也收过个倒骨 我的这个小腿上的这个肉 还曾经被镰刀给划破过 我小时候教育的很大一部分 就是我的父亲逼着我到田里面去 去亲近那个 甚至是说有马皇也会 爬到我的腿上 他试图让我变成一个 勤奋和勤劳的人 但是直到今天 我还是一个很懒散的人 也没有成为一个 朴实的 让人同情和尊敬的 一个农民的后代 而变成了一个狡猾的 养真处优的 处处依赖身手的一个 午夜游民吧 早上九点叫醒我的这部小说 写的正是这样一场 农村的葬礼 正是通过葬礼的喧闹 人们恍若置身于曾经的 农耕生活和喧闹氛围中 我自己的 经常会怀念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贯穿了我的童年 就是 我父亲的兄弟们 就是我的叔叔和伯父们 他们在一起 找到一个树根 那个树根很大 然后就把那个树根烧 点燃 然后就在一个空地上 然后他们就坐在一起 抽烟 喝茶 然后就在开始 那个火星就四溅 然后他们就开始 谈论那些大人们 才懂的事情 然后我们这些小孩子 就在那个围绕着 那个树根和大人的背影 就开始追逐游戏 就疯跑 然后那些主妇们呢 他们就在那个厨房里面 就炒花生 炒一些我们想吃的东西 我就记得 那个时候的乡村生活 就是整个乡村是大家 一个政治生活 娱乐生活 还有今世生活的一个舞台 大家就在那里 谈论很多事情 但是现在 这种东西就 一去不复返了 几千年的这种 象征农耕生活 就永远地消失了 现在回到乡村的时候 就倍感有一股 辽灾的气息 就感觉到 到处都是 怎么会突然一下 感觉到到处是坟堆 因为小时候 我们也是生活在坟堆里头的 甚至我家那个门口 斜对面就是一块乱坟 大概有七八个坟 我们也不注意 也不会害怕 但是小时候就觉得 一切都是融合其中 因为那个时候 人在里面是站着 大量的那个 站着那个地方 现在人走了以后 那个坟的 好像是水落石出 地位越来越重要 所以我们就有如 回到坟堤一样的 葬礼如果在乡村 现在结束了 这个乡村 重新就变成一个 空心的地方 变成一个 结满珠网的舞台 我曾经说过 在写完 早上九点叫醒我以后 就再不会动笔墨 去写乡村了 我相信在我之后 也不会有什么人 再将笔墨 停留在乡村生活上 因为那个舞台 已经坍涛了 现在新的文学舞台 还没有搭建好 我最近在看一些文章 也是在表达 同样的忧虑 就是中国文学 哪知世界文学的 它的下一步 它应该在哪儿 也许是像 刘慈欣的三体那样 是属于一个科幻世界 科幻作品的世界 也许是属于一个 像权力的游戏那样 成为一个预言的 一个时代 我甚至有一种 更可怕的忧虑 就是 机器人 AI 它利用大数据 来统计读者的 那种阅读上的基点 然后他自己动笔 就来制造文学作品 就把我们这些人的饭碗 给拿走了 这个事情 并非没有可能 我先讲到这 谢谢 谢谢 谢谢阿姨老师 您不用太担心 先被抢走放晚的是 我们主持人 作家还在后边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也跟阿姨老师 做一些交流 如果有朋友 有问题想要提出 可以随时举手 那我也先带大家 问几个问题 让阿姨老师 再详细地给我们聊一下 他心中的 这个乡村和农人的消失 究竟是怎样的一种 态势 近况 您刚才说到了很多 一些具体的场景 包括城市里的 大公司大集团 去乡村的原建 还有同 与此同时呢 乡村的人正在往外走 这两种情景的 一种交融 您认为 在您认为乡村和农人 消失之后 有没有什么东西 真的就是一去不复返了 可能是一些 硬件上的东西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 肯定还是会保留的 它是无可复制的呢 就是 我记得 我有一个朋友姓O的 他曾经在安徽 曾经做过实践 就是 他出了一本书 是关于百工 所谓的百工 就是一百个工匠活 现在的话 如果是整个农耕生活 它在衰退的话 其实也就意味着 在农村里 有很多的匠人 他是无声地消失了 虽然现在有很多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 但是 真实的匠人 他是依赖于 他的谋生 来成活的 如果是没有谋生来成活 仅仅靠 某一个机构 或者是政府 或者是 基金会的一个抢救 那么他很可能的话 他也就像一个被养在 养在盆景中的植物一样的 盆栽一样的 他就也不能壮大自己的手艺 最后就成了一个 被哀的一个记忆展示人 他也没有什么 避原的理由 传承给下一代 我有时候去一些地方 看那个非遗的展览 就是那个 会有一群人 就是那个船人 就在那个地方 像动物园里的 就是在那里表演他的才艺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一个是觉得略有滑稽 另外还觉得有点悲伤 因为他们 毕竟他们不是在 用谋生的方式 或者是用生活的方式 来展示他的本领 而是作为一个奇葩 就我所说的奇葩不是讽刺 是作为一个奇异的东西 被放在厨仓里面被传染 那么 只有在乡村生活里面 这些东西才会活跃起来 现在 什么都是一个模式化的制造 那么这些人的 就很快消失掉了 有时候 我在北京的街头 甚至听到有人在那个 骑一个车子 在喊换刷舱 我就觉得 很 有一点点难受 就是因为我觉得 他们 他这样喊 穿起来喊 有谁会难听他 让他来换刷舱呢 因为大家只要是在网上 随便 这APP 随便就找一个服务的 就可以 马上就上门服务了 而且价格也很低廉 这些人就是 谋生 还以一种古老的方式 谋生 世界上已经很难适应了 所以您是不是认为 尽管我们非常遗憾 非常唏嘘 有一些乡村的习俗 或者是已经做谷的一种 生活和工作方式 虽然它现在还存在 但是它已经没有意义了呢 我不知道 就是我对这个东西 我了解的不是特别深 所以我也不知道 它是消亡好 还是不消亡好 如果是从一个 本能不思考的角度来说 它应该是不消亡为好 我小时候是看过 我一个叔叔 在做木匠 他是不停地在那推 我特别喜欢 他推出来的那个刨花 而且那一套工具 我都蛮喜欢的 还有那个 掉的那个线锤 还有弹木 就是那弹 小时候也有那个弹棉花的 那个就像一个 古代的摇滚乐一样的 那么好听 但是呢 现在这位木匠 现在成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妇人 她现在做超市生意 做别的生意 她现在也就不需要这门手艺了 有时候我就想 这些事情 现在家具这些东西 也不需要单个有一个木匠了 这个社会再重新洗牌 那么这个事情是好呢 还是坏呢 这个可能需要那个 专业的人类学家 或者社会学家 她经济学家告诉我 我作为一个写作的人 我只能说是看到他们本身的那个遭遇 我看不到他更深的东西 另外我们也知道 您是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过 觉得乡村农人的消失 您是慢慢地 一年一年这么积累下来 有着这种感觉 还是说突然某一件事情 让您脑子里一醒 说觉得哇 真的 一个时代 或者说一群人 一种概念 它真的已经离开我们了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事件呢 有的 就是 这种事情虽然不是很快 但是感触到了 就是有一年 我弟弟说 他开车说 去乡下拜年吧 然后他突然说了一句话 何必要去乡下呢 现在都在城里面 就是说乡下已经没有亲戚了 大家都在城里面有一个房子 那么你这个时候就意识到 那个乡村不但没有人了 而且你乡村过去那种 一起生活的场景 也就没有了 现在在乡村只剩下一个祠堂 或者是 围绕着房屋而建的 绕屋而建的一个坟场 还有一些荒凉的土地 我的有一个堂兄 他现在 而而回到乡村 他甚至想在田地里种出花来 那么已经到了很自由 很写意的境界了 在过去的话 每一块田地里面都要产骨子 那就是很紧迫的一个需要 现在他都很失忆 他在河里面养鱼 在堂里面养鱼 种藕啊 他想干嘛就干嘛 就是因为大家都放心地把这个给他 因为这里面要产出不了多少钱 因为大家更愿意到 外面去出售自己的劳动力 这样来赚钱 或者做生意 那您作为一个 从乡村走出来的一个作家 您认为如果真的某一天 乡村这个概念不存在了 对您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意味着什么呢 您在乡村待的时间不太久 我待到小学四年级 十岁左右 然后 这个影响就是对我来说 还是一个蛮大的影响 就是我写作的有一块地方 很核心的地方 就是在乡村 因为这个你小时候在哪个地方待的最久 你对这个地方的记忆 或者是你描写 是不用去动脑子的 那么如果我要写一部 以香港为背景的小说 我就要操很多资料 我甚至要访问很多像你 像这样的住港的人 或者是香港本地的老三代 就在香港的 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还要做大量的采访工作 那么很可能 这个写出来的香港人还不认 因为你对这个地方不熟 你会闹很多笑话 但是呢 我一写到我出生的乡村的时候 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因为我从小的记忆就在那里 我是从2004年去北京的 然后到现在已经有14、15年了 然后我发现我到现在 到北京我到一个地方 我还要去查地图 但是在乡村的话 我离开了那么久 我还是闭着眼睛 我可以走到任何地方去 因为就是小时候的熟悉 就是决定了一生的熟悉 你到北京这么多年 住了这么多年 你还是一个客举的人 你也没办法写一部 以北京为背景的小说 很可能需要我到香港来住上几年 然后我才能记起 我在北京的那些生活 只是因为我现在一直生活在北京 我竟然发现这14、15年来 它一次也没有出现在我的笔下 我觉得这对我的人生来说 写小说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时间成本 和生活的浪费 因为一个写作的人 他应该是他每一天的生活 都应该成为他的养分 但是我竟然有14、15年的时间 都出现不了在小说里头 我很犯愁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还住在北京呢 因为北京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就是有一个地方 它是一个中心 所有的艺术家和作者 都在往这个地方赶 当它成为一个汇聚之地的时候 汇聚之地的时候 你在这个地方 你就能碰见很多水平比你高的人 不应该这么说 应该是水平比我高的人 就是我能碰见很多写作能力 超过我的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像读书一样的 如果你读的都是图尔斯泰 河马 那么你能丈量出自己的 一个卑微和描写来 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太过于狂妄 然后如果我不去北京的话 我还在待在我的县级市老家的时候 那情况应该很糟糕 我翻过 我曾经带着一种欣赏的态度 回家翻过我早年写的日记 翻了几页以后 就有一种 觉得这个人 我产生的这个念头 就是说这个人如果不告诉我名字的话 我会判定这个人一点前头都没有 在写作上 在任何情况下一点前头都没有 他愚蠢致辞 实在是无药可救 但是呢 仅仅是因为离开了地理上的离开 就我觉得你的交流 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提升 你像我不是一个正规的大学生 我是一个锦校毕业的大学生 只是一个专科生吧 如果我待在县城里的话 就永远是和水平学历比我低的人交流 我去了大城市以后才能和博士 硕士 教授 频繁地有接触 他们的 即使我这个人不学习 他们的知识也频繁地 他们学了十几年的知识也频繁地 只要我谦虚地去找他 他就频繁地就会交给我 带给我 我是这么被动地去的一个好的地方 我认为北京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因为他谈聚了各行各业的 艺术的各行各业的最优秀的人在北京 你从来没有听说过海南是一个中国的油画之乡 对吧 也没有听说那个或者桂林或者广西是中国的一个流行音乐的故乡 没有 全部都在北京或者是在上海 广州 这就是大城市的对一个像我这样农家子弟的一个巨大意义 就是它能无限地提升我 因为始终有比我更好的人 那就从您刚才所说的 不好意思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 我们又换一个角度来想 您说您长期住在北京 接触的都是博士生 硕士生 聊的也都是比您以前的眼界可能更广的一些东西 包括您说长期在北京 北京又是中国的首都一个政治中心 我们每天看到的都是非常正面的好的东西 和您长期来写乡村的话 在观念上会不会有一些冲突呢 观念和经历上 我从来不把北京的这种政治背景或者是它的经济生活的重要性带到我的小说里头 我熟悉的还是写一些小镇 所以很多人在界定我的时候 认为我是一个小镇 写小镇生活 小镇青年的一个作家 这个就像写作的时候就像一个巨大的引诱 就像一张苍蝇纸一样的 它就不停地把我粘在那个地方 我正次想逃走 实际上好多次还是逃不走 就是因为那一块我熟悉我投入的感情 我的生活 我能很快地找到那里面生活的人 他的命运 他的性格 他的遭遇 这些东西 甚至他说话的方言 那个拐弯的地方 拐弯拐角的地方 我都能掌握 这一块就是说你能很快 很快就写出一篇不错的作品 所以你总是容易再重复地去写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牵扯了一个话题 就是写完这部长篇以后 我实际上是把我前面所有的经验 这一块熟悉的经验 全部一次性用光了 就准备应急炉灶 再走文学的另一条道路 就是我自己在摸索 结果我发现摸索了 现在应该也有一两年了 什么也没有摸索出来 然后就摸索到了一条道路 就是现在有些中国作家也摸索的 就是他们叫怪谈 又叫制异 我就是摸索到中国的 有一个文化叫收神纪的文化 就是神秘主义 然后呢 我最近就是老是写一些 这个超越生与死的边界 阴阳界限的这些神经病式的作品 就是写这些鬼鬼怪怪啊 还有一些 甚至可以称为科幻的那种小恐怖作品 就是想在里面找到一条道路 能够出来 但是这种寻找就是 我自己也不是特别的 最近的信心很不足 不是很乐观 然后到了最近才给了自己一个鼓励 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现在不要管你写的东西 别人如何看 你就不停地往下写 别人就不停地往下看就行了 你再也不用管你的道路问题 路线问题 或者是你的文学的走向问题 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只到这样呢 才稍微把自己的那种文学负担 给放下来一些些 所以最近写了一些好看的故事 是 其实很多 大家很多人都关心 因为您之前也说过 说现在要开始寻找新的根据地了 就根据地这个词儿 所以您的新的根据地 还在思考当中 我想到一个 但是很难写 但是确实我想到的时候 也不是特别难写 只是需要时间 就是比如说我想写一个 类似于神曲那样的故事 就是它有一个 我们知道就是有那个报应 你说在中国的小说里 很多就是报应 我想写一个纯粹的地狱 就比如说是 一个天天口出脏话的人 他比如在地狱里面 就每隔一段时间 就有人把他舌头剪一次 就是他 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 会不会有这个报应 就是说 在阳间生活的时候 说了多少次傻逼 在阴间生活的时候 就被剪多少次舌头 就写这种阴间的这种 叫阴律 我的这个阴间的法律 就想写这么一个小说 但是没有想好 比如说在阳间 就是强占名女 然后在阳间没有受到处罚 然后在阴间 会不会有一个什么 巨大的剧烈的惩罚 而且我这个人 我都觉得自己 好像对这些材料 非常感兴趣 比如说人类的酷刑的发展 这些东西都很感兴趣 就有点想写这个 另外就是我在医院里面 待了很久 然后我就发现 医院本身就是一个 报应的场所 比如说一个人 报饮报食 那么他在医院里面 他很可能就是一个 高血压的后遗症 在那儿 在医院受苦 还有一些人 他可能因为别的原因 导致了他得了一个病 比如说尿毒症 多痛苦啊 还有的人他因为他 什么 那么在医院里 你能看到这个 遭受的结果以后 你能看到他的起因是什么 我在医院里 我就认为就是说 很多疾病就是说 它并非是 是人可以无原则地同情的 很多都是自己的恶行 或者是一种糟糕的行为 导致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抽烟 那个我就讲一个 很恶心的例子 大家听就听一下 就我曾经在一个医院里 住着房子 就有一个人抽烟 抽得很厉害 在住了院以后 还偷偷出去抽烟 但是他 就是得了肺上面问题 比我的那个严重多了 然后就 啊啊啊就不行了 就拿一个桶子过来 就是那个 哐唐一下 就是一个比那个乒乓球 大很多的血块 夺口而出 就这样连吐了好几口 然后你就觉得 人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么大口的黑血往外涂 然后你就想到这个 它的起因是什么呢 起因就是因为它 无节制地抽烟啊 然后有的人 我过去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 抽烟 抽烟的人才不得感冒呢 对吧 这么安慰自己 结果呢抽烟的人 就那个 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个场景以后 果断把烟戒了 他应该现在过世了吧 这个人 曾经年轻的时候 是他场里面的那个篮球队的主力 到后来也能看到他的身半骨 就这样了 古希腊人说 人的身体 身材好是一种美德 就因为他加强对自己的锻炼 像我这个人就没有什么美德 所以我总是扯软一点 就是说我暂时还没有子女 我碰到我弟弟的子女的时候 我就说有时候说 是健康和锻炼是第一位的 其他的人生我们可以再慢慢商量 首先把身体搞好 这样才是对他人 和对自己的最大尊重 如果你老是像我这样 一个带着有病的身体 到处走的话 会增加那个陪同人的 就是陪护人员或者是别人的麻烦 老是要照顾你 是是 您像您以前写小说 是因为关于农人和乡村 是因为您是从农村乡村出来 那您现在突然说 您以后的这个写作的路线 可能贯穿生死 甚至连通到宇宙 或者又阴阳什么 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 给了您这种启发呢 是因为之前生病的那一段经历吗 是我最近在这方面找到了趣味 我写作的野心不是特别的大 有时候我写的东西 它有一部作品 别人说是跟存在主义很近 我自己也是这么 因为我那一段时间 我特别迷沙特和加谬 迷存在主义 迷比如说克尔 凯库尔 那些我都有一段时间非常迷 但是有的时候 我又会降低自己 不是说降低自己 很喜欢一些鬼鬼怪怪的故事 我是对那个纯粹的悬疑作品 电影啊 还有恐怖 有这些纯粹的本能的爱好 这个又跟哲学没有关系 然后这样的事情 我在小说里面我也愿意去做 所以我有时候我迷恋 像萨特加谬这样的作家 有时候我有喜欢爱伦波 甚至是美国的硬汉小说 像詹姆斯 美国的犯罪小说 一些黑色小说 我也很迷恋 看电影也是这样的 我从来不喜欢看什么文艺片 我就喜欢看那些 像科恩兄弟 像我认为科恩兄弟 是处在一个文艺和那个故事片的一个中间最好的一个位置 我就喜欢这一类的 还有昆廷 我就喜欢这一类人拍的东西 我并不喜欢太文艺的东西 那么多人喜欢伯格曼 我就是不是 就是老要睡觉 我写作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没有很大的野心 我从来不觉得我自己写的东西是应该特别特别的深奥和特别特别的那个 我有时候会做一些 就是很简单地把一个故事讲完讲好就行了 然后呢 如果这个故事有了可能性 就是说它能包容我更大的野心的时候 那是生长的野心的时候 像这一部小说 长篇小说 我会很慎重地对待 但是在平时的时候 我一直就是保持着那个 不是很 很 就是 不是很伟大的那种 就是野心啊 很巨大的野心 很巨大的欲望 就是简简单单地想写一些故事 我的第一本小说就叫《灰故事》 其实它就是写了几十个故事 我现在又想出一本书 就是 另外叫一个什么名字 叫什么故事 大概也出了几十个故事 大家期不期待 那最后还是谈一谈您的 因为怎么来说这一本 《早上九点叫醒》 我也算是一个节点了 谈一谈您 有没有什么遗憾 如果农村生活真的 这个块的材料作为一个结束 另外有没有什么新的期待 对于未来的一些写作的内容 我是期待 我是遗憾 就是很多的中国作家和我一样 从此就要 就是处在这个办事业的状态 我记得上次我碰见一个网络作家 他的网络文学 我认为网络文学的人 也是很好很厉害 他就直接说了一个问题 他说 现在还写那些土地吊杂的故事 谁看呢 这不过时了吗 你说现在一个00后90后 他让他打开一个 一个小翠从门里面走了出来 他会看吗 这个也提醒了我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一个 相对现代的笔法 或者是先锋的一个写法 还有一个结构 或者是语言 你不是很先进的话 你去写一个 就是不是很古老 上个世纪的一个农村的故事 那本来就让人觉得很难接受 现在社会发展太快了 不过我们再用一个老土的方式 写老土的生活 就会让读者感到厌恶 而且不是现在的读者感到厌恶 是未来所有的读者 从21世纪往后的所有读者 全部都感到厌恶 因为太过时 太落后了 所以说这个农村生活消失以后 应该有一大批 以此为业的作家和作者 就面临着一个没有读者 来捧场的一个局面 我也会预感到这一方面 但是好在我写的小说 场地是在农村 但它毕竟写的是人 并不见得就是一个农村的那种 完完圈圈的老土的一种生活 大家还是在里面看到很紧张的 那个戏剧冲突 还有很多 所以我不是很担心它的过时 我现在还在找这个未来的路 我知道台湾有一个很好的作家叫伊格言 他实际上已经写了很好的科幻作品 有很多作家现在都写出了很好的科幻作品 另外呢 就是像我这样一批的人呢 就是找写鬼怪的作品 你会发现大家找出路 这个纯文学作家走出路就是有两条路 一条是科幻 一条是鬼怪 都是不可知的东西 然后大家最后就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又会合起来 我还在思考我的出路 但是现在我有一个隐隐地觉得 这些我现在写的东西只是我的一个过渡 只是我下次要重新站在另外一个地方的 前面的一个经过的一个前夜 是黎明前的一个漫长的黑暗 这些东西在我人生的作品中只是一个维持的状态 绝不会是我的终极所在 或者是我的目标所在 我现在是靠它为生 谢谢 谢谢 我们都会非常耐心地等待 等待您找到一个真正的 您认为自己都满意的一个出路 那在场的读者朋友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位绿色上衣的同学 这里 爱老师你好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您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您对于都市 还有农村的这样一种关系 因为我感觉就是从您刚才的说法里面 好像有点把这个东西二分化了 就是说都市是都市农村是农村 但是就是根据我们现在这个 比如说网红经济的这样一种兴起 什么短视频啊 然后流量经济啊 就是你可以发现其实 在网红经济里面有不少的是那种农人 农人的网红经济 就比如说在广西它卖荔枝 然后它之前可能是卖不出去的 然后现在因为有了快手这样的平台 它就可以通过快手这样一种方式 然后把自己的很多荔枝啊水果 通过这样一个视频的方式 然后去推敲到大城市里面 所以它就在这个层面上看 它是一个把农村和大城市 连接起来的这样一种 这不仅仅是有一个经济上的意义 从我自己看 它同时也有一个文化的意义 就是这些所谓的底层的农民 然后他们开始用这样一种平台 去展现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 在对于网红经济这样的平台 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还有第二个问题是关于 您刚刚说了就是 您也在不断地追求 就是探索自己之后的一些文体 想要去适应更多的读者 然后您刚刚提到了两个概念 一个是先锋 一个是老土 其实我就想问一下 您对于老土的定义和先锋的定义 分别是什么 就是因为在我看来就是 年轻人它不一定代表先锋 然后过去的那些东西 它也不一定都是老土 就比如说你现在说 你写一个东西去给年轻人看 然后他们很喜欢 但可能你写的那个东西 是网络言情小说 或者说是就是王者荣耀之类的 那种网文 那就是想问一下 您在就是探索 要更好的写作方面 就是您对读者的期待 是什么样的 谢谢 你问得非常好 就是也很敏锐 就是先锋和老土的界定 在我看来就是思想上的界定 有的人写的是很时髦的生活 比如说有网络文学里 出了很多很好的作品 但是我认为 也出了非常垃圾的作品 比如说八道总裁爱上你 它代表的就是一种很落后的思想 就是非常粗俗的一种观念 我认为是这样的 我也看过 我认为的老土 都是在思想上非常落后的一些人 其中最大的一个吐气 就是伪善 所谓的伪善就是说 比如说有一个人 他作品里面充满了对某一个残疾人 或者是某一个弱者的同情 他整个作品都是这样的 这个同情让你觉得起鸡皮疙瘩了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他和这个人没有任何的交接 甚至是一种很厌恶的状态 就是那种 哎呀不要接近我 就是这种 那么我就觉得这种人写的东西 就是老土 他不能知心合一 他也不能表达他的真实 那么何谓先锋 先锋就是说 他的我认为很大一块 就是一种很要命的一种诚实 比如说我很喜欢的加谬 他在局外人里 第一句话就很诚实 他说今天妈妈死了 也许是昨天 你看这个话多诚实 一个人对自己的母亲的死 是那么的不关心 那么的冷漠 这句话就直接把一个当代生活的局外人 他的那种状态就写出来了 那么能把人性的这种冷漠和淡漠写出来的人 他写的东西怎么会过时呢 如果他一开始就写 母爱如山 今天妈妈过世了 我泪如泉荣 我全身塞康 哎呀我活不下去了 我要跳楼 那么这种人就是老土的 就是我所厌恶的一种读者 有可能是有感情的 但是感情不至于这么丰富 很多人的作品就是这样的 整个作品就是写这些 突然地写这些废话 写这种不存在的感情 比如说明明我们走着路上的时候 我们很不喜欢这个乞丐 在我们摇那个在面前晃 我们就想躲避他 就一定要写 他的人生多么的不容易 什么的 这又何必呢 这就是我的一个很简单的 对你说的这个问题的回答 他其实是 这个回答应该有很丰富的 但是我认为 很大一点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作者 不要用伪善的东西 用自己不相信的东西 占据自己的小说 或者自己的诗歌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也不要给读者 这就是很 我认为是很老土的一个写法 还有网红 你所说的网红这个经济 我认为它恰恰是用一种成立的方式 来处理农村的这个方式 甚至我认为 这中间完全可以不存在一个农村 也不存在一个地方 他甚至可以 在菜市场里面买了一堆水果 然后就自己说 这是某个村里面的 然后他是网红他代言一下 最后就从这个城里的水果 认到城里的某家某区 他甚至可以跟村里面 不发生任何关系 还有人 有的抖音 还有一些快手 他喜欢放一些 以农村为背景的欧撒子的那个故事 就是走着路时间 突然撞在树上了 钉钉那个声音呢 就会发生那个 它只不过是提供了一种消费文化 一种指标性的消费文化 一种标性性的消费文化 它并不是说要反映农村的生活 比如说还有一部电视剧 叫乡村爱情圆舞曲 就赵四 就是那些流能 我也不认为它代表了一个 现在农村的生活 它只是一种 它设想中的一种农村的生活 它也不真实 我认为 你真实的东北的农村 它的真实是什么 是雪乡那样的 就是在那个地方游玩 突然坐而抬价 就是有一个叫雪乡 好像一个滑雪的地方 然后人在那儿被宰了 这个就是雪乡的赵四和流能的故事 那个可能很真实 没准过不了关 假的东西就过关吗 然后 总之我说的你明白 然后 谢谢 好 前排第二排 穿牛仔上衣的女生 好 谢谢 阿姨先生 我首先非常想感谢您给我们刚刚描述的在 李爱村 然后烧那个树根围火的那种感觉 我都能感觉到那个温度 以及对农村不仅是周围人 包括对那片土地的认同感 那我有一点想要澄清 因为您刚刚提到说香港有没有农耕的问题 当然香港没有那种经济做田可以供整个城市的 但是其实我们在大埔和上水都有农场 然后如果您有机会欢迎您去看 而且其实现在不能说很多 但有部分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农场中 那我的问题是想问您 中国的乡村的消失 它其实是必然 也是一种让我们很哀伤的必然 那这种消失会不会导致中国人对本土的认同感会降低呢 谢谢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回答 就是我曾经碰见一个学者 他应该他的乡村应该被拆走了 他的故乡被拆走了 所以他有一点和上家犬一样的 他在那摊开手 在那抱怨 我现在连故乡都没有了 那么当然他只是一个个体上的一个爱商 有可能是他家因为某一个建设 我没有细问啊 或者有可能是因为三峡给搬迁走了 那所以他出生的地方就不存在了 那么这个也是令人一个惶恐的地方 我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噩梦 就是我回到那个地方 回到我的老家 发现没有落脚之地 就是跟我母亲的忧虑一样的 在我父亲过世之前 他就把这个房子给抢建出来了 因为那个房子 我们家有个老房子 我爷爷做的那个房子 经过一夜风雨之后 忽然就坍塌了 所以就是剩下一片瓦砾 所以我母亲就很忧虑 他说假如说 他说假如他和我父亲过世了 难道还要把棺材停在别人家的门口吗 所以他就想在农村做了一个房子 做了一个四层的楼 花了四十万 我都想好像上次我的朋友说 他在日本在什么地方 也就花了人民币三十多万吧 怎么会在我们老家 会做出一个四十万的豪宅出来呢 我回去一看那个也不是什么豪宅 就是几层水泥房而已 卖出去我估计也真的卖个十万吧 还卖不到 然后呢 就是他的这种忧虑意识 这是一种他们那个年代的人 就是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出生的人 才有的一种强烈的忧虑 但是在我们这一代的忧虑已经是没有那么重了 我们隐隐约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没有一个乡村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的心在远方 在皇帝住的地方 在京都 在都市 在纽约 在一些香港啊 新加坡 在一些迪拜 在这些飞黄 就是在一些金碧辉煌的地方 所以对这个乡村生活的消失 有时候甚至还会拍手成块 觉得更好 巴不得整个乡村被那个 一种机器化的操作 或者是整个集体的生活 取代更好一些 至少我自己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如果乡村彻底地崩坏了 我自己不会感受到很大的伤害 我觉得乡村你把它复原 也是很荒谬的事情 你任其流逝 也是一件看起来很悲哀的事情 总之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流水一样的 近看它流走 其他的我 真的是没有我母亲那样的 一个强烈的感受 我甚至因为我父亲的安葬的事情 在那老家又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了解以后 也始终感受不到那种 过去那种生活的 那种完全的必要性 但是在他们那一年代还是很有必要 在我们这个年代的那种 乡村生活的必要性是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人们是越来越回不到那个农村生活了 不存在一个农村生活现在 这边前排穿黄衣服的女孩 她先举了手 阿姨老师您好 因为我也是从 是乡村养大的孩子 然后我大概能理解您 就是乡村这两个字 对于成立长大的人和乡村长大的人 这种意义分量是完全不同的 然后刚才听您整份讲话 我有一个心得 就小小心得 我就是在想 突然在想 像您这一代的 它可能是跟乡村更加亲近一些 像我90后 能够跟乡村在 就是从乡村长大的是越来越少 那以后00后 然后10后 以后的小孩子们 他们可能只能从 像您这样的作家 写的书中 或者说纪录片中去 幻想所谓乡村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遗憾的 在我看来 然后我有一个小疑问 就是我特别喜欢 费孝通先生 他描述的一个场景 他说吃完晚饭后 乡村中的人 他们会走街串访 去串门 他们会敲一下敲门 然后这家的主人 他就会问谁啊 然后这个拜访人就会说 我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生动 也非常有意思的 他不会说我是谁 就一个字 我 就把这个形象完全 就展现出来 又很真实 我就想问您 这种尤为 我觉得这是乡村 尤为可归一种温情 在费孝通先生的笔下 我特别想问您 您觉得这种乡村温情 会随着乡村和农人的消失 而消失 还是说在现在中国 不管是科技多么发达 电子化多么 什么城市化 城镇化 越来越加速进展 您觉得这种温情 是会消失 还是说会更加强烈 谢谢 已经在消失了 现在不就是 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场景 已经被起码一百个主角写过 就是到了城里面去探亲以后 竟然还会要脱鞋 他们就接受不了了 但是现在自己搬到城里以后 也让别人脱鞋 大家 很多时候 同样 我觉得有很多作家也写过一个场面 就是不认识对面住的人是谁 我现在也是这个情况 我对对面家里有多少个人 我完全不清楚 如果我知道了对面 可能感到不安 为什么对面的人对我了解这么清楚 他有什么动机 这个就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我发现在小区里面 只有老年人 他们才会联系得比较紧密 为什么呢 他们太无聊了 他们拥有大量的时间 又没有很多的兴趣 所以他们在一起跳舞之余 会去参加各种片子举办的活动 最后把片子的那一点礼品骗走 他们也不上当 就回来了 而且有时候去看看 一些什么活动 除了这个以外 也没有什么更深的交往 而且现在在城市里面 有一个相对于乡村生活 有一个缺陷 就是人的彼此的道德约束 就是很低的 比如说我们在地铁里头 我还没有下去 人还没有下去 就上来了 所以你还要退两步再下去 这是在城市里面是会发生的 因为彼此都不认识 但是在乡村里面 你要这样很没有礼貌的 就上来吧 不必让的话 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 这个人品很坏 那么大家在乡村 这个封闭的环境里面 就觉得这个人 你不能把女儿嫁给他 也不能借钱给他 他信用是一扫涂地 就是一败涂地 那这个人从此在乡村里面 就是过着一个边缘的生活 道德感很低 但是在城里面 就不会存在这个情况 我想交通逆行就逆行 因为没有人管我 只有那个摄像头管我 我只对摄像头负责 所以呢 有的人会戴个口罩 这个就是道德感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乡村 它有很大一部分的生活 就是道德生活 为什么在过去的时候 在乡村也没有什么派出所 也没有什么 他的治安那么好呢 就是因为 大家活在一起 要照顾彼此的面子 这种面子 有时候还能杀人 比如说有的人 没有结婚 他就失身了 这一个女孩子 那么他就嫁不出去 这个道德很危压很重 但是他维持了整个乡村的那种道德 这种正常的秩序 这个是他比成立的那种生活 我认为更有人情味的一个地方 不是说他把一个少女逼死了 是有人情味 我是说他那种人和人之间的彼此尊重 你刚才说的 就是吃饭的时候 吃完饭去打招呼 去各种各样的 就是一种很有人情味 而且那种互相的帮助 也是很那个的 因为在乡村里 基本上你没有听说过 任由一家人饿死 这种情况发生 好 谢谢 照顾一下这边的朋友 那个穿黑衣服的女孩 阿姨 阿姨老师你好 刚刚也提到 我跟阿姨老师其实 就是我跟她来自同一个地方 是来自江西瑞昌 但是我很小的时候 就离开那个地方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 挺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像刚刚那个黄衣服女孩 提到的问题一样 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是很少有乡村生活经历的 在你很小的时候 就离开家乡去大城市去念书 其实在本质上 你既无法精准地 回到你的家乡去描述 你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 你也没有办法在精神上 真正融入你现在所生活的 可能是北京 香港这样的城市 就是说 其实你的生活经验 是非常匮乏的 再加上大部分的年轻人 都是一路上学 中学 大学 所以其实我还挺羡慕阿姨老师 有过锦校的经历的 就是其实因为你生活经验的匮乏 导致其实你的写作经历 其实写作素材来源是非常匮乏的 所以就这一点我想问一下阿姨老师 有没有给一些年轻写作者的一些建议 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看过你2015年去纽约书站的时候 你说纽约是人类的首都嘛 去纽约书站的时候你特别兴奋 然后这次来香港书站感觉怎么样 谢谢 我对香港也很一直就是很崇拜 因为我小时候在录像厅里面 看的都是香港的风头人情 就是任大华呀 梁家辉 杜鸡峰啊 就是打打杀杀 我很喜欢香港的电影 那个时候我弟弟会把黄家居的歌 全部把粤语全部翻译成当地的话 这样记录才唱出来 我上次听说中国大陆一个歌手 还到黄家居的木那个地方 一边哭一边录音 说明这个我们大陆的这一代青年 对香港的电影文化 流行音乐的文化 非常 包括武侠文化 我们都记住了很多 梁雨森啊 泥匡啊 魏斯利 金庸 古龙 古龙还是我们阻击我们江西人的 就是这个 甚至对他们生活中的那些风流厌世 也如数家争 比如说古龙好酒 好女人 这个都是在我们心目中也引以为典范 梦想成为这样的人 可惜财力不够 至于写作就是有一个就是 你怎么样去在你经验不够的情况下 你去应该怎么写 我认为有一点好的路线就是 柏尔和斯 他会把他的语言锻炼得跟诗歌一样的那个精简 而且有意义 还有一个写诗歌像卡瓦菲斯 他的诗歌就是有 有戏剧冲突性 有教育性 有简洁性 这三个整结在一起 那么他也不需要很多的那种生活经验 如果是你的学历不是很好 或者是在学院里受的文学教育不太多 那么你也可以像托耶夫斯基一样 或者是像巴别尔一样的 依靠你的本能去写作 你写着写着的时候 你就会对自己进行自我教育 就是写作是一个自我修复和自我教育的过程 你只有每天去写 你才知道那个正确的路在哪儿 我常是这样子自立 就是说我 哪怕我跑在错误的道路上 跑在田野里 跑在稻田里头 只要我始终在跑 我总有一天会跑回到那个赛道上 正确的赛道上 这个不用着急 就像我刚才我说 我要写很多神秘主义的作品 外门写到的作品 就是我就在等待着我自己重新跑 跑进那个主流的康章大道 这个一定会有时间 只要我每天在写 还有一点我就是想 想献给大家的一个结论 就是少谈文学 何为优 何为略 尽量不去谈文学 我就是因为谈太多了 结果收复了自己 文学就是没有将界 没有局限性的 比如说我过去 我很喜欢简洁的写法 我不认为一个字 一篇小说应该 就是一句话不应该 就是说能十个字写完的话 不应该用二十个字 但是后来呢 我发现 如果你一直用简洁的方式写 你把自己的能力 会陷得很低很低 你只是保持了一个干净 你就像一个店面一样的 你一个小卖铺 你天天打扫得很干净 也是一个很好的 做生意的人 但是你这样 你永远开不成一个大酒店 所以你不要排斥那个长句子 排斥像福克纳那样 细密的长句 因为那种长句子的表现 它会让你的才能 让你的细密的观察 你的细节的把握能力 能得到充分的释放 而那个简洁的 就完全就会扼杀你 这方面的才能 所以说我经常在网上 看到一些人 他说就应该写简洁的句子 那些写长句子的人都是傻子 或者有的人就说 那些写长句子的人就是牛逼 然后写短句子的人 也是傻子 然后他们这样有一个 非此即彼的一个参照以后 他们两方面的长处 都没有吸收好 反倒是把两方面的弱点 都放在自己笔下 所以我的对后来人 我也不说年轻人的一个劝戒 就是不要管那些文学上的 一个条条框框 也不要管他什么东西 你就每天去写 你自然就知道那个尺度在哪儿 文学的尺度是很奇怪的 你自然知道那个尺度在哪儿 你一旦知道这个尺度对了 你就会觉得你的能力 就变得非常强大 就那天你就会感受到 你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家 不用别人承认 你就是一个大作家 好 我们最后一个提问的机会好吧 这一位穿花上衣的女生 您好 我是 你好 我是来自网易文有读书的 然后我还是很抱歉 我还是想问一下 关于文学创作的问题 您可以二选一回答 然后第一个问题是关于 文学创作里的离散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觉得您很像旅居在北京大城市的 来自乡村的移民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所处在香港 然后香港有很多来自大陆的一些大陆移民 然后我们大陆 然后这些大陆作家 前大陆作家会写一些移民文学 然后在香港比较火的 有一个作家叫黄景树 是马华文学 然后他说他在 他有一句话 大概意思是 我此刻在台北看到的雨 就是我故乡所下的雨 然后我想说在这样的一个 我的问题是在这样的一个离散的 就是您在乡村 您对于乡村这个环境 因为乡村在你的生活经验中 其实已经慢慢消失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离散情况下 会不会是在文本当中的重现 就是因为现在很流行 写一些乌有史 或者是未来考古学 就有没有可能是一种乌有的重塑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您刚才提到了来自台湾的 易格言先生 然后在五月底的时候 在科大有一场科幻文学的讲座 然后当时陈秋帆先生 跟易格言都在场 然后我在现场感觉到一种 相对浓烈的 想要将科幻文学 作为一种类型文学 纳入成文学序列的一种恳切感 然后但是您刚才又讲说 您喜欢易格言先生 因为他提供了一种 您觉得你在网科幻文学 或者是神末文学里面 找一种新的路径 那现在好像呈现出了 重文学和类型文学 相向而行的这样一种情况 您怎么看这两种文学之间的碰撞 就这样 他说您二选一回答就行了 谢谢 这个问题我没有 在你问之前 我考虑的并不是很充分 但是我接触过一些科幻作家 一些大才子 我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认识 然后我就发现 这几年 自从刘慈欣获奖以后 这个会发现在 这个汉语文学传里面 有大量的很优秀的科幻作家 可能现在这么说吧 就是中国的科幻作品 已经和这个世界上 科幻作品应该是水平 应该差不多要同步了 甚至有所超越也有可能 这个是目前 传文学在整个世界的地位来说 还是没有表现出来的 我认为是诗歌和科幻作品 它的名声是在整个世界 是打响了的 而这个文学这一块 好像只有莫言获得了 和高兴建获得了诺贝尔奖 其他的表现还没有获得 像《春山春树》 在整个西方拥有那么多的读者 或者是像一些外国作家 在中国的发行一样的 有那么庞大的读者 我们没有听说 哪一个中国作家 在欧美产生了一个 像《石黑一熊》那样巨大的影响 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作家 一个小说作家 目前好像只有刘慈欣的科幻作品 达到了这一点 那么这一点也 因为这个科幻作品的这个 我只能说是一个 后期的一个表现 就是越来越多人去写科幻了 就像足球运动员 越来越挣钱以后 很多孩子都去练足球一样 《春山春树》 因为它那个影响力欲衰 然后它这个作者的那个萎缩 是很严重的 我只是说这个 说这么一个客观的一个观感 我认为在70后里面 人家约稿 越来越去也就是 那么十几个作者 包括我 包括有一些那个 越来越去就是那些人 然后到了80后以后 也差不多就这些人 90后也是早早的 就是那么一些人 那么你们会发现在这个 十四亿的中国 为什么突然一下 就是好像那个作家 变得好像 跟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国家里 这个作家数量 那个差不多呢 中国纯文学作家 最庞大的就是60后 那个估计就是上百个 输得出名号的好作家 但是70后里面这样已经锐减 80后也锐减 90后也锐减 就是这个后背人才 并不是表现得那么丰富 这种表现 我相信也能说明 也能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目前的这种状态 就是在中国 从事科幻创作的状态 和从事成文学 这种创作的状态 这种是有一种 词级笔幅的一个表现 科幻的创作者越来越多 成文学的创作者 越来越不多 越来越少 谢谢 好 谢谢 今天非常感谢 在座的各位读者朋友 热情的捧场 也感谢阿姨老师 与我们带来的分享 感谢阿姨老师 感谢阿姨老师 que真要喝 很棒 幺序 达土 达土 语头 语头